找找他在哪裏 我替國際隊和香港聯賽選手隊 在大球場進行一場表演賽 這位是6號的雷斯 張宏替國際隊是握手後防的左路 8號的鄧家 是巴西去年世青杯的隊隊長 是一個有速度的中場指揮官 10號的柏斯 81年烏拉圭的足球先生 身價達100萬美元 在螢光幕穿著紅衣白褲 副佑工作的就是巴西國際隊 鄧家截到 副增揮去拍他 拍他不得了 攬三步就起了 大門入網了 陳文娥這個球 就有一點點是站錯了位 在上半場的11分鐘 鄧家首先是看巴雪 打開了看這個慢鏡頭 他為甚麼拍他不得了 起了就抽了這個球 淡淡地入網 1比0 拉南 艾迪馬 巴西隊的隊長 雷斯 傑達 起腳就抽 你又進了 跟鄧家 我用了一隻同工之妙 這球真是褶柱入網 陳文娥可能是遮住的 很怒氣 我們看看慢鏡頭 扮地入網 這個球沒得夠了 陳文娥應該被人遮住了 在上半場的24分鐘 傑達在巴西隊射成2比0 巴西隊的積球員 陳文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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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介意和被追上了 把球帶出來 鄧家 陳文娥 陳文娥 他被截上了 他有十幾二碼沒人記錄他了 柏思 陳文娥 自己去 去不了 陳文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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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斯碰掉了,給了施雲奴 落底線,看有沒有機會 梁瑞榮勾跌了 哈西特只有一個自由球,看看誰是指射 10號泰斯,左腳外彎球 幸好彎道大了,否則直飛網角 陳明洛也要出手就琴 10號泰斯不愧烏拉圭的足球先生 陳文岳 雷詩 艾迪馬 給了施雲奴 彈給泰斯,然後自己走 給了空位的鄧家,看有沒有機會 鄧家一彈彈都撞門柱 傑達到了 梅開爾朵的傑達射成3比0 在上場的35分鐘 傑達果然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前鋒 任何地方都見到他 上場了10分鐘 香港都要反撲 麥格夫 跳到中間,讓沒有人接應 不要 頭髮鑽出來 鑽在10號泰斯的腳下 再組織攻勢 給了施雲奴,給了施雲奴 那個就算被施雲奴去衝 張志德追也追不到,非常快 看看有沒有機會 對,你會扭解釋出來 你慢慢出來之後 你跌大跌倒,第二時間就抽 寫下去,這個陳雲奴 最後是彈腳入網 這個球有少許幸運的成分 可能這個陳雲奴也被人遮住了 我看看我的慢鏡頭 跌大跌倒的球 第一腳不射,第二腳就抽 非常之漂亮 謝啊,給了鄧家 兩個假身 是怎樣 過了顧錦輝 自己起腳就抽了 陳雲奴,幸好是快步 將不放出底線以外 要不是又輸多一個 陳雲奴也輸到頭髮鑽 輸了4比0 最後是上半場 巴西隊是搖搖領先4比0 現在是下半場的賽事 傑達,自己帶了情之後 賴羅球是扯戰扯退 落到艾迪馬的腳下 碰掉了艾迪馬,起來 再拿回 起腳第一個不射 第二腳就丟下去了 陳樹明快步將球拍到 陳樹明在下半場 換出陳雲奴 那個隊長艾迪馬 來,永昌拿不到 鄧家又來了 多了17個高老師 高老師起腳了 沒錯 高老師在下半場 換出這個拍師 六分鐘的時候 大腳吊詞 盧斯曼去湧 看看有沒有機會 這次追上一顆 3號的阿羅蘇 來盪著他 自己倒在中間 他快到了 幸好是13號的 巴烈打壓住 郭佬老師,先伏分順 推順 第一腳不起 第二腳起了 沒錯了,一抽了 我都是極飛左網角 好像炮彈一樣 陳雲奴 趕快撞不到 我看看慢鏡頭 這球看得很漂亮 總之巴西隊以5比0 贏了這次